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基础课程 那上一课我们讲到了 Rocate的一些设计 我们讲到了Rocate的这个随机查询 这样的一个查询方式 Rocate怎么去设计 包括表,如何去做设计 那么有些人可能就问了 我的查询可能我需要这个 连续查询 比如说这个淘宝订单 对吧 那我这个买家 我买了很多这个宝贝 那我当然希望能够快速查出来了 而不需要去每一个Rocate server去查询一下 再去合并一下 那这样的效率不是很低吗 那如果说需要做这种连续查询 那Tartel可以怎么去做设计 怎么去做设计 那这是这一节课我们的课程重点 连续查询就可以设计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连续查询OK的一些这个特点 那第一个 它使用Scan方式查询 我说那如果能用Gate行不行 那Gate肯定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这种方式我们一般使用Scan方式查询 然后呢希望相同数据 分布在相同的Rain上 这相同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是一个买家 对吧 那我买我买的所谓宝贝 我希望能够放在一块 这样的话我查询是不是很快 对吧 这他一些特点 那表有什么特点呢 比如说这个表的快要大 布洛萨比较大 因为快越大 一块存放的数据量会多 这个是一些表的要求 那我们也是通过这些图例方式 来去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演示 那我们就举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淘宝为例 如果说我们要设计它的订单 那我们该怎么做设计 对吧 那这是我的一个 我这个买家的一个界面 我给大家见面 那里面是不是 我是不是有很多这个订单 一个订单 我是不是有很多订单 那这个订单 就比方说我这个买家是什么 是这个 是这个 ID等于什么 一 100的 张三 这是他 这是这个买家张三所谓的购买记录 那这个时候我们 肯定去查张他张三的话 肯定去查他自己购买记录 那我们希望这些购买记录 能够落到一个range上去 那这样的话我查取的话 就很快了 对吧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后台一些组织 组织情况 比方说是我的HBase 对吧 那这里面后面对应的不同的raising sole 不同raising sole 那我希望这些的 比方说我得于张三的 这个买家记录 他放到这个raising sole 上来 比方说李四的 他放到这个raising sole 上来 王五的 放这个raising sole 上来 那这样的话 我去查张三的话 我就请求 直接在这个raising sole上拿就可以了 对吧 那有些人问 哎那你前面说这个 我多台机器同时去拿 不是更快吗 比方说我查询一个张三订单 哎三台机器同时去查 这样反过来 那是不是比之前 在这个地方去拿 会快三倍吗 这个不是不能这么理解 我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 他的一个文件HBase 有一个文件存储 一个文件存储 一个文件存储格式 我们先把这个给 先进一口 先进 这是HBase 一个文件存储格式 那这个里面呢 比如说 这里面他会存的什么 rook value rook value 等等等等 一直这样存 但是里面呢 还有一块存什么 一块存他的所影 还存他的什么 一些这个位置信息 快的位置信息 文件片音量 等等 这个有非常多 存的非常多 那我们想想看 我们基于张三的这样一个查询 那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再画出 到这边画出来 这是装三个订单 那如果说 我从这里面 三个里面通通是取 他会是什么情况呢 他会打开三个文件 对吧 会打开三个文件 可能会不止三个 就少三个文件 他就他就去去去 但是呢 我这边的呢 我一判断 因为我们知道是吧 rook 是不是按字典去排序的 那我一判断 这个rook 这个rook 都一样 那我是不是只要把这一个文件 打开就可以了 对吧 对吧 我是不是只要把这个文件 打开 取这么一块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块我们一般放到内存里面去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这样去查询的话 我只需要打开一次文件 我打开一次文件 我就读这一个块就可以了 因为他是连续存放 连续存放 而这边呢 我会他会打开多个文件 那这样的话 无形中 这种方式是慢的 这种方式快的 这是我们的一些设计初衷 那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怎么做设计呢 那这跟上一个方式又不一样 大家可以把这个 这个文件都熟悉一下 看一下h5 去网上摆读一下 这个h5 它到底是 是一个什么一方式 怎么去用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设计这个连续如k之前呢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如k中的各自带 组合要求定长 这是我们的要求定长 什么叫定长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 假如定我们这个rokey 它等什么ID类型时间 那比方说我的ID 我可能是这个 比方说我的ID是一个 自身长 对吧 那可能刚开始是1到2 到我后面的时候呢 可能变成这个吗99 比方说这个 1 1 1 对吧 可能我们这时候变成什么 11 对吧 那我们这个ID会慢慢去变大了 那如果说你不够自身 不出现那种定长方式的话 那你后续这种查询比较 比较困难 因为你不知道 几贵数 你现在告诉我 前几个字节 是表示ID的 我们这种方式 你没法知道 你说一个字节 那我这个 谁怎么办 那你说三个字节 但是我这就一个字节 是ID 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什么 各关键部分做成定长的 什么叫定长 那很简单 这个长度 不管你这个比方说你是1 不固定 对吧 那我可以前面补0 我可以前面 比方说我们定长为4 我可以前面补0 我们可以前面补0 这样的方式 我们要求 如果可以生成这样的方式 那这样的方式 我就知道 我四个字节 表示 一个ID 四个字节 表示一个ID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ID 是这样的 我这里面看四字节 八字节 两个字节 八字节 那这样的方式 我们都可以是这样的 如果是使用定长的话 那可行就是这个形式 比方说0001 对吧 两个字节 02 时间八个字节 对吧 我们也要分为八个字节 然后随便来个 1 1 2 3 7 8 那我们就能知道什么呢 哎 我们就可以这样区分开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区分开 那我查询的时候就很简单了 我前面查前面四个字节 是不是就是 0001 他的所有数据啊 那我如果就查 0001 类型为2的 这些数据 那我是不是这样去查就可以了 对吧 我查前面六个字节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定长的要求 如果说你 你没有做成定长 那一次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不定长 那不定长能不能查呢 当然也可以去查 但会出现问题 比方说这个就变成这样了 就变成这样 那我们第一阶段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 ID了 对吧 那我们跟他标同样的颜色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问题 我们再多画几个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什么问题 比方说我去我去查 这个 前一个字节 是用户ID的 我们能不能查出来 你根本查不出来 对吧 因为1是用户ID 99也是用户ID 989也是用户ID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导致你这种根据条件查询 这是错误的 没办法查 你后面这个类型也没法查 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类型 哪个字段是02这个类型 你也不知道 对吧 你都不清楚了 那如果说我们使用定长呢 那问题都解决掉了 对吧 问题都解决掉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给 把它同样的东西移过来 989 哎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去查前四个字节 是不是很清楚明了 对吧 我前四个字节这样 前四个字节 是用户ID 很清楚很简单 这就是定长和不定长的区别 那就是说我们在做连续查询 OK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使用定长字段 定长字段 好 那么定长字段设计好过后呢 我们这个后面就非常简单了 对吧 我们可以使用 hash散列方式 这个一个前提条件 前提是你这个分区已经好 已经建好分区了 那么怎么是创建分区 我们后面的课程会说 那这里只是一个前提条件 你分区也建立好了 那我们可以使用hbase自带的这种md5hash 得到这个一个值 比方说我们就取前四个字节 表示他的前缀 那你可以说我也可以去两个行不行 也可以 你去八个行不行 也可以啊 这个是随便你去安排 都可以 这不强制要求 那么你去前几个字节 做前缀过后呢 我们使用前面 我们就是工具类 把两个字节数组给拼接成一块 那这就是我们新的一个 new rook 就是这样 这样大家想想看 比如这个字样是一个用户的id 那么我们想想看 我们用户id 这个值是不是固定的 对吧 你同一个内容 这是不是固定的 但是呢我又可以通过预分区方式呢 我可以又可以把这个不同的字段 放到不同的 我们看这边 放到不同的region server上去 放完去过后呢 不同region server上面呢 相同id的数据又连续全部放在一块 哎 这个里大家比较 比较 比较奥口 我再重复一遍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通过前缀方式 能够把 这个数据分布到不同的region server上去 啊 这是前提之一 这是前提之一 目的是什么 为了避免热点 那第二个呢 我相同类型的id 这个连续存放 它又放到同一个region server上 对吧 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够快速简单的 起到连续查询的一个目的 那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设计思路啊 当然 这只是我们提供的一种思路之一 大家后续呢 你可以把这种方式理解过后呢 你可以去做一下相关的设计 啊 这是之一啊 不是唯一 很多种方式 大家可以去 开动脑筋去思考 但是唯一的限定要求就是 你的自在一定是要定长 你不定长后续 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来做相关的更改 你查询也查不出来了 你只能通过随机get的方式去查询 连续查询会很慢 可能结果都会有问题 啊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啊 大家 一定要理解定长区别啊 定长不定长的区别 同时学会使用 HBase自在这种做前缀的方式 好的 那么这些课呢 我们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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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